請教授 高興今天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公司最主要是在材料的一個提供 那在台灣我們已經經營了三十幾年 其實這個模具的一個任性 其實來講這個部分我們等一下會針對 就是說模具它就是一個沒辦法去改變的事實 但是我們怎麼樣可以從這個材料這個部分 來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改善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所以說我們在材料在講的部分 我們今天大概會講 從我們公司這邊的一個庫存的管理 還有其實模具材料等一下會讓大家知道說 一塊模具材料它是怎麼樣 切給客戶客人怎麼去加工 那其實模具材料來講 它這個都算是一個減罰的加工 我等一下會提到的就是說 在針對模具的任性 我們怎麼樣去讓客人真正了解到 就是說你同樣一個牌號 但是你材料的組織 或是說任何的東西 它的一個效能是比較好的 你可以獲得是哪一些效益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它第二個 有一些那個壽命 它甚至可以提高傷倍 那其實來講 模具材料的費用 其實它應該佔我們 一般來講 整組模具的可能大概 15%到20%左右而已 其實最貴的應該大部分 都是在加工的那個費用 那所以說我們常會去跟客人 就是 介紹一些推廣 這個不是說要去騙他們 之後你就買比較貴的材料 或者怎麼樣 因為其實我們建議這些材料 它是會相同的 他們會獲得到他們的一些利益 各位可以看得到 那個鐵桶旁邊 那個是堆裂堆料 那些都是錢 你沒有去把它做好管理的話 那些都是一些浪費 那後來我們 前幾年又有稍微去做改金 然後做一些價值 各位看上面那些材料 也都是小小塊的 為什麼我們會去說這個故事 因為其實是這樣 這個都是一些備用 然後我們就是怎麼樣去當它使用 就是說材料不要浪費 我現在來舉這一塊料 就是說我怎麼樣去把料 利用的淋漓性質 因為有一些材料單價真的很高 那可能碳缸以前我們是可能一百一百就丟掉了 那現在我們可能剩下那個七十八十 我們還是會扭著 因為那種周轉率會很高 因為假如說我們利用好 我們現在好的一個那個自動倉儲管理的話 它的那個篩選 它是不是會很快的 那右下角這邊呢 它這個材料 每一塊它都有它的身分證 材料 重量 還有它原來的模塊那個都有 那所以說我們最主要就是說 我在模具材料供應的一個任性的話 就是最主要就是說 這個廠房的空間利用率 我們要向左左邊比較低 那有很多材料 它可能就變成一個是一個飼料 就沒有利用價值的一個材料 那就會浪費掉了 那所以說通常我們都會用聚切的方式 那聚切完之後 我剩下的就把中間那一個 我想辦法去把它 最大的面積可以利用的 我再把它聚下來 我想分享的部分就是 熱處理 其實我們真空熱處理 它你要去截冷的話 你最主要是要去考慮到一些那個 主體設備的截冷評估 然後另外一個周邊系統 那加熱系統 它其實它是可以用SCR 用那個PID的一個控制 那這樣的話 你會比較節省能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一些沒有PID的 它就是加熱溫度到了 然後它就電流就下來 然後你溫度降很多的時候 它突然直接整個電流拉上去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耗能的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部分 它就是有加熱系統 我們也做了選擇那種比較高性能的一個加熱控制 那另外一個我們的 熱處理ERP的一個製程的一個優化管理 這是我們有一個淨料系統 那淨軟料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材質硬度 那到最後它會去產生一張這些供應單 那這個供應單到時候它還會去把那些 你相同的條件它是把它調選在一起 那到時候它就是可以一起做同一個製程 我不需要在那邊分 分得太多 好 以上大概是我對於 就是說抹去材料還有熱水的一些那個解決 好 謝謝大家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